中共温州的官员于七一在双规期间被酷刑折磨致死近期 审判于七一致死案的结果公布了 但是原告和被告对这个判决结果都表示不服 六名涉案的纪检干部就认为 他们都是按照上级指示对受害人实施酷刑的 不应该做替罪羊 他们还认为是被党抛弃了 受害者的妻子则是要求当局能够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 虽然此案判决引发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 但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却是集体噤声 有舆论就质疑媒体有包庇实情的嫌疑 据英国路透社14号报道 浙江省渠州市法院9月30号判决 六名被告人因在于其一双规期间 对他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导致死亡 分别被判处4到14年有期徒刑 对此其中一名被告人认为良刑过重 不服判决已经上诉 而民间则认为 当局的量刑明显过轻 我觉得对他们量刑不是太重的 而是太轻的 使用酷刑手段 自人使命 这就不是一般的故意伤害罪 而是伤害致死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点 伤害致死罪的量刑的极限 和故意杀人罪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最高的只是判刑14年的话 这种判决呢 还是因为左手打右手下不了手 才判得这么轻 报道说 涉案的六名纪检委干部表示 他们是按照上级的指示 才对于其一实施酷刑 而受害人家属委托的律师 普志强则表示 六名被告对此案的真正主犯 在审理过程中得到了庇护 自己却做了替罪羊 感到不服 这是一个非常愈发无拘的一种说法 因为执行上级命令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国际公法的准则 特别是纽伦堡宪章的规定 你作为一个心自正常的成人 你有辨别这个命令 是否合法的辨别能力 单纯的执行命令 作为脱罪的根据 在二战以后 这样的法律准则 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推翻 据报道 死者与其一的前妻吴茜 同样对审判结果表示不满 他认为真正的元凶 没有受到司法的追究 是不公正的 他要求当局对下达指示的 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问责 今年三月 浙江温州原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于其一 被温州市纪委双规 并带走调查 4月8号 于其一被送往当地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当局解释为意外死亡 但家属在看到死者身上 多处伤痕后 怀疑是遭刑讯逼供致死 浙江警方验尸鉴定发现 死者因吸入液体 致肺功能障碍死亡 是人为致死 于其一的死亡 再度引发了舆论 对于中共双规制度的关注 所谓双规 是指中共党员 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 是中共为了对付内部官员 独创的一种法外私刑 虽然这种以党规 代替国法 查处官员的做法 一直被外界诟病 但中共官员 在双规期间 被刑讯逼供致死的案件 仍屡见不鲜 中纪委这种双规呢 它本身是一种 名不正言不顺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行的 这本斯大林主义宪法 和中共的 刑事诉讼法上 都找不到 中共这个中纪委 可以弯押 可以剥夺 公民人身自由的 相规的条款 所以呢 中纪委来 刑事的双规 它本身就属于 私刑犯处 经六名被告交代 导致于齐一死亡的原因是 他被放在冰水浴桶中 头部被反复摁入水中致死 而且于齐一在双规期间 还遭遇了被多次浸泡在冰水中 毒打 以及被长时间剥夺睡觉等酷刑 有媒体报道 他的尸体上 还有被香烟烧烫的痕迹 对中共的各纪 涉嫌腐败的官员 在双规的过程当中 使用酷刑这种做法 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们知道双规当中 酷刑使用的相当普遍 目前这个案件 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好像中共官员内部 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是监狱好过 双规难熬 虽然中共当局 罕见的对纪检官员 进行了司法惩罚 但舆论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状况 有了任何改善 因为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而冲在最前方的打手 当了替罪羊 因此获刑的中共 纪检干部 才会在判决结果出来后 高喊被党抛弃了 忍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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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划竹划 integer